美国加州临火继续咆哮 阴灾死亡人数已经增至44人 超过230人不知所踪 气象部门预计最坏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 当地新天将会再次刮起强风 可能会进一步助长火势 临火过近4天之后 搜救人员也到全镇彻底摧毁的天堂镇搜查 发现不少居民来不及逃难 活活被临火烧死 或被浓烟呛死在车内或房子内 调查人员拿着手电筒 仔细搜查每一辆烧焦的汽车 经这么一搜果然发现不少遗骸 由于骸骨已经烧焦 骨头也烧成了碎片 因此调查人员必须小心减食 让验试官分类筛选鉴定身份 美国加州天堂镇 是一个深受退休人士欢迎的社区 不少人从职场上退下后 都会选择到这里度过下半辈子 因此镇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超过65岁的人士 年纪大了 体力不支 当山火和浓烟来袭时 老人家根本跑不及 活活烧死在汽车或房子内 在加州南部临火至今烧毁了4万公顷土地 摧毁了370座建筑 大火迫使文图拉洛杉矶居民迁移 拥有一万三千人口 好莱坞巨星豪宅云集的马里布 同样截获疏散令 全体市民大撤离 当地居民描述了 大风大火肆虐时的害人情景 就像是末日降临一样 It was a firestorm, the worst I've ever seen it I've fought a lot of fires at my house since I've been here 60, since 63 so in Malibu but when the firestorm came over the hill here and it was about 60 mile an hour plus turned pitch black and the firestorm came over after that just ran around and quit out We're fine, we got very, very lucky We have a lot of friends that their houses are gone All Malibu Park is gone We're very lucky We only had one house in our family that didn't make it and that's my mom's boyfriend 一些居民在临火過境後返回家園 儘管房子還保得住 但是沒電沒水還是住不下去 氣象局預計最壞的時刻還沒到 當地時間星期二 加州南部將會吹起一股 時速達到64公里的強風 這將會助長火勢燒得更猛烈 NTV7綜合報導